嗨,大家好,我是S姐,我又來了 你是不是邊工作有在想要創造你的第二收入? 你是不是一直有創業的想法? 你是不是很想進修某些專業,但是花不下去呢? 機會來了! 好,要跟大家好好推薦一下我現在要講的一個平台 是這樣的,就是你在職場上有新想法的同時 建議你可以想想一些其他的規劃,原因是什麼? 是我其實非常的認同收入必須是組合式的,怎麼說呢? 收入必須是主動收入加被動收入加投資收入 我覺得很多人會把投資跟被動收入把它混為一談啦 原因是因為好像我就出社會後要存錢 然後買股票或是房地產,以為這樣是被動收入 但事實上有很多種創造被動收入的方式在現在 包含線上課程等等的,其實都有機會 那怎麼做呢?我先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所謂的主動收入就是你的工資收入嘛 就是你上班,然後有靠勞力可以賺錢或腦力啊等等的 但工作中也會有被動收入 比如說如果你是業務的話 你可能客戶會固定的跟你買東西或幹嘛 他就會有些固定的margin 可是這個東西的被動收入不會是長期的 等於是你在工作你離職了就沒有了 所以被動收入其實非常看長期且穩定 然後或者是他也沒一些突發性的數字出進來這樣 那被動收入的話我等一下再介紹 那另外一塊就是投資收入 我的認知就是投資是靠投資房地產啊 投資各種理財的工具等等會有被動收入 這都沒有不行 但是呢有的時候靠你的第二專長 或是其他證照 或是你的某一些專業能力 或是市場上很需要的一些機會 都有機會幫你在創造其他的被動收入 那我自己就是這樣的模式出來的 所以我非常推薦這樣 在工作上的主動收入呢 只要你一旦離職了 你的margin需要重新累積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的保險業或是直銷業 或是其他產業或是相關的業務等等 通常會在一間公司待很久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除了工作以外 都要好好思考其他的收入來源 不要單只是依賴投資收入 或者是你工作的收入 除非你已經如火純青 擁有非常好的報酬率 就是10%以上 或是基本一般人都是6%吧 但我就不給大家一個實際的數字 因為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透過興趣或第二專長 其實真的很重要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但該怎麼跨入這個門檻是個重點 那學費不便宜嗎 如果你有時候要考證照的話 他可能一堂課下來可能就要一萬多兩萬 或六萬有些更多 那怎麼辦 很多如果你要進修的東西 他是需要道具的 然後這些道具又不便宜怎麼辦 然後或者是有些費用 你不想刷卡被發現 比如說家人不支持 但是你就是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或是你的卡費不是你在繳 是你的力半 這時候我就要推薦大家 我現在要說的這個網站叫 Single銀角鈴卡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女力學院近期也在跟他們 合作的籌備當中 因為很多學員他在刷卡的費用上 他有一些考量 所以會有一些分期等等的 所以這也是我想要特別推薦給大家的 為什麼女力學院要提供分期的服務呢? 然後我們為什麼選擇跟銀角鈴卡合作? 有很多的因素 那當然也是因為目前提供分期的選擇性比較少 然後我們單次會款的學員也會問說有沒有辦法分期 那第二點是呢 雖然說個案不多 但是我們有持續在找一些分期的解法 那我之前在商會的時候 就有跟裡面的夥伴討論到要怎麼分期的這件事情 那也因為他的一件 然後讓我知道了這樣的平台 而且我覺得很棒的是他的操作不會特別的麻煩 所以我會推薦的原因有兩個 分兩個角度來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消費者角度 或者是你是中小型店家 或是大型的店家 你的客戶群是土C的 我覺得兩個角度可以分享 那畢竟消費者角度還是很多人會去想的為什麼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怎麼想 那我先講一下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很注重儀式感的人 我在開始認真工作之前呢 很喜歡上網刷東西 然後或是買買東西 或是看有些東西加入我的最愛 所以呢 我是個典型的靠這個有儀式感的 做一些彈性的消費 我自己有加入的這個Zingla 我事實上呢 有兩個東西是我一直很想買 但是我還在考慮的 所以就是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按摩椅跟手機 因為我想要再有一支手機 我手機裂掉了 然後想省錢 但是又覺得 是不是不要一次那麼大筆的消費 然後呢 我也有考慮買健身房的課程 但就是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想要買的東西 那有很多平台 事實上有跟那個Zingla 把零卡分期合作 包含實體店面也有 比如說 雅虎啦 Momo啊 很多實體商店的其實 建議大家去這個網站上看看 然後其實跟教育相關的學院 也蠻多也已經跟他們合作了 然後甚至啊 我覺得好玩的是就是 有些人他們想要學一些第二專長 比如說最近 之前很流行 柴爾學習啊 或等等的 你的英文學習等等 就是你想要的那些 重要但不緊急的一些進修 也許就可以再透過這樣的平台去試試看 讓自己有個新的體驗 那一般消費者呢 必須經過快速的審核 必須說審核是快速的 不是在那邊等很久的 然後才會有一定的耳度 所以不會讓你超過你自己消費的水準水平 那這個是跟大家特別分享在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接著呢 我覺得有個很重要的一點 有消費者就一定要有商家 所以我現在來重點推薦 我覺得商家為什麼要跟Zingla 零卡分期合作 原因我自己大概列了九個 商家如何通過零卡分期增加營業耳這件事情 這就好好聽了 好我自己的建議 第一個是這些新鮮人或是沒有信用卡的族群 他們會需要零卡分期這樣的服務 比如說北漂族啊 或是剛好到台北找工作的學生 剛畢業 然後他們可能想要一些收入去 一些錢去裝潢套房 然後又不想被你知道家人發現等等的 這是一種 第二個是有些人他需要即時消費 比如說他的帳單是老婆管的 他不想被發現 然後這是一種 或是他的每月消費被限制的這一群人 他們可能也會用零卡分期的服務 第三個就是一些想要實現他人生的小夢想 但是又不敢花錢的這一群人 比如說他想要買精品或者是買線上課程 他真的很想但他又覺得不想要一個月花這麼多 他想要分期付 那一定很多人會想問說 那跟信用卡差別在哪裡 我覺得那個是信用佔的額度問題 也就代表我要講的是第四個 信用額度的問題 比如說我的信用額度是十萬塊 可是我知道我不想要 我可能會有一些大筆的花費 然後我不想要佔我的額度 因為額度超過就不能刷了嘛 類似這樣 所以這樣的人也會使用零卡分期服務 像我有時候也會這樣 第五個就是剛剛我講的信用額度的限制 第六個就是某一些花費不在你的預算內的 比如說減肥瘦身 哇這個 舉例啦像我就是近期買了素生衣 花了我五萬八 好但是也是用刷卡的 好但是他就佔了我信用額度的一樣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花費不在你規劃內的人 他也可以使用零卡分期 第七個就是小額花費但不能被分期的產品 舉例 有些花費可能三四百塊 但是呢在這樣的平台上也會有一些比較便宜的東西 然後他也想用分期的 就是他你知道小額花費的東西是不准分期的 因為會有一些利率的問題嘛 所以但是這個也可以被分期 第八個就是呢 有一些你的信用卡帳單你不想被另一半發現的 比如說你想要偷偷的買一些小禮物 然後不想被他看到 然後帳單問題啊等等的 這也可以十一卡分期 第九個就是十一住行預樂 其實都有機會再透過你卡分期消費 怎麼說呢看看官網的話你會發現幾乎十一住行預樂 他們的商家都全包了 那你身為商家中小型店家也可以成為這樣的平台裡面 對你來說其實沒有太大的損失 而且可以有一個曝光的機會 這也相對我覺得蠻好的 然後真的很多的大型店家也都有合作 像折折木支等等也都有 所以這個就很建議 只要你後台串接起來的話 就可以合作囉 就歡迎在底下我也寫一個 我也寫一個那個表單也歡迎大家去申請 然後就會有相關人士跟你們服務 就我剛剛所講的所有東西 為什麼我狂推呢 原因是因為我自己過去也沒有用過這樣的服務 然後我發現這樣的服務 其實可以造福某一些人 某一些消費者也可以造福很多不同的中小型店家 所以我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填單然後去諮詢 然後看看有沒有適合的合作機會 然後呢同時間領卡分期他會有一些合作店家的推薦 所以搞不好你的服務就真的會被上到廣告 或是你的服務就會被發現 你的服務會有另外的行銷管道 我覺得這樣也非常的棒 然後也可以找出潛在的消費者你從來沒有想過的 但還是要提醒大家 針對所有買家跟賣家商品有服務等等 都是有價值的比較重要 不要為了買而買 尤其是某一些精品 因為如果是買來投資那當然很棒 所以還是要檢視自己的消費的理財方式 那如果你要買電動啊 像裡面就有賣任天堂等等的 然後我覺得很多很棒的遊戲 那你買這些東西也不是為了沉迷其中 而是為了規劃知道自己為什麼而買 然後買了以後對自己的情緒或是等等 那你會有一些幫助 像電動類型的人呢 買了也要知道限制使用時數啦 就是不要沉迷其中 我覺得蠻重要的 所以還是要看看自己的消費能力 謹慎理財 OK 如果你是買課程也不是買心安的喔 買了就在那邊放著 而是你買了以後要規劃 如何完成這個課程 不然就可惜你用零卡分析了 所有的錢呢 花了會痛 所以呢 你一定要想盡辦法讓自己開源 以及默默的截流 然後讓錢自己流進來 才有辦法讓你的財富 資產累積到下一個層次 或是在成長上有一個下個層次的自己 對店家們 中小型店家們來說 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人 或是你正在看頻道的所有 你自己有在創業或做生意的朋友們 就是呢 我自己私心推薦 可以哪些廠商可以申請的 第一個是心理諮商 因為我覺得他有一些 長期性的費用 以及教育類型的 家具類型的 然後是母嬰用品 因為我最近剛生小孩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一些 你都有多很多 我沒有想過的其他花費啦 比如說溫暖器啊這些 很多 然後呢 還有一些家庭娛樂相關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的廠商都非常適合來添帶 然後了解 零卡分析Zingla的服務 只要消費金額在千元以上 或是萬元以上的人 都可以考慮申請 然後甚至幾百塊你想申請 我覺得也非常棒 反正我覺得 都了解一個平台都是好事 開啟分期服務不卡卡 所以呢 歡迎在底下有這個連結點選 就會有專人幫你服務喔 什麼都買 什麼都可以分期 買得起好生活 一點都不奇怪 這次我想推薦給大家的 記得 要謹慎消費 但是商家店家們 多一個通路 絕對沒有太大的損失 可以申請以後 持續觀察訂單的狀態 來看看這樣的服務 是不是適合你 對於消費者們 使用者們 如果你有剛好有需求 也請大家一定要看看 然後千萬要記得 生犯前需評估自身的繳款能力 不要過度消費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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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禮拜託 我們下禮拜託